公开失声恋成为了压垮胡佑伟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新政院前发言人胡佑伟在前一天在网路上自曝 自己和他小他27岁的女学生谈恋爱 担心引发争议 所以他主动向院长请辞已经获准 他也成为马政府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发言人 至于发言人一缺 由政院副秘书长黄敏公站带 新任人选预计明天也就是星期一就会公布 行政院发言人胡佑伟在脸书上大方承认 和小他27岁的台师大研究生张荣君 从今年6月交往至今 但po文不到12小时 胡佑伟6号晚间9点已向院长陈冲请辞获准 不管做几天 我就希望能够为行政院的新闻工作做点事 如果我的表现不能得到认同 那我就可以随时离开 但是我还是选择先向我的长官报告 为了能够他理解我的想法 闪电请辞 胡佑伟7号上午再上脸书po文 向学生预告 那位让人爱到不行的胡教授 现在又要回来复职了 胡佑伟由学界转调 但因为在脸书上的言论 多次引发争议 尤其po上iPhone 5照片 和网友爆发笔战 甚至还把它比喻成白色恐怖 胡佑伟宣称是以草船借鉴的方式 让外界注意行政院的经济政策 但高调撒练前再爆争议 为了不影响内阁团队运作 胡佑伟选辞下台一举功 从我20上任至今 任期短短140天 是马政府有史以来最短命的发言人 行政院发言人一职 目前由副秘书长黄敏公站带 阶梯人选预计8号公布 优电TV蓝用森王书宏 台北报导